十八岁 我在追求梦想的路上奔跑 什么是梦想 梦想就是 如果你不做 就会后悔一辈子的事情 我不想一辈子都活在后悔里 所以 梦想 我来 周姊 周姊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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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他往这边跑了 我看了他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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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你 幼稚齐 对 我就是你的偶像 幼稚齐 不是 你们这些私生饭 真的是一天到晚闲着没事干吗 追我了就到男人厕所来了 谁追你了 再说 这哪是男人厕所呀 这是女厕好吧 女厕所 这明明就是 是 你知道我作为一个明星 天天被你们这些女粉丝追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吗 所以 你就在女厕所里 躲女粉丝 我怎么可能会在女厕所里躲女粉丝 那你现在就在女厕所了 不是 我怎么就跟你这个粉丝就解释不明白呢 好 好 我懂 我懂 我知道 你们明星嘛 平常压力都很大 所以有一些艺人 就有一些小癖好 去释放压力 比如说什么 暴露皮啊 头盔皮啊 或者什么 进你厕所皮啊 你 你要干吗 既然你这么想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知道你们这些女粉丝很辛苦 喜欢我呢 又极少有机会跟我近距离接触 所以你才说出这些话 来吸引我的注意 对不对 你已经成功吸引我的注意了 就让这个 成为你记忆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吧 会最好保存 但是 你要记住 绝对不可以告诉别人 在这边见过我 这是我们的约定 我 这是我们的约定 我约定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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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见面了 音乐局是在这儿考吗 对 没错 就是在这儿 谢谢啊 你跳舞真好 我最怕跳舞了 我四肢都不谈协调 没事 要是我们两个能够一起顺利通过考试的话 以后就一起跳吧 好啊 好啊 我叫程平 我叫艾米 不就是乱蹦的 有什么好用 乱蹦的也比某些时 发现素人装明星强 你胡说什么呀你 别追起来了 真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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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找 快找 真的别走 幼芝希 你好 我就是八岁就出道的童星 七十亿 我说这么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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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好笑 你真好笑 我说这么晚了 又见面了 此生饭 我 我不是你粉丝 你记得我们的约定 你们俩认识 你们俩认识 你们俩还有约定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你们想想的那样 你 你 你 我们的约定 怎么扔掉了 谢谢 你敢丢掉我们的约定 等等 你们的约定到底是什么呀 我们没什么约定 真的 而且我真的不是你的粉丝 你看 真的没有 等等等等 等等 等等 我准考证呢 你别急你再好好找找 底下 你们的约定是准考证还是一级抗 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 你就闭嘴吧你 你 我不是在这儿了吗 你想想你是不是去哪儿了 丢在什么地方了 你看我干嘛 你可不要乱说谎 成名 到我了吗 这是你的准考证吧 是是是 谢谢学长 你在哪儿想到的呀 在你被记者追的时候 不小心掉了 谢谢啊 学长 不用客气 对 准考证很重要的 一定要保存好 丢了很麻烦 嗯 那你好好准备 嗯 好 下一个 陈销 到 跟我来吧 真香 这人参鸡汤啊 给我们家成名补补 考生清北 指日可待了 等等 家多少来着 这脑袋真是 严 什么呀 今天是医考试 有传闻称 当红艺人幼稚齐 也会来参加星语学院的医考 哎 同学你好 你一定是幼稚齐的粉丝吧 请问你也是来参加医考的吗 想采访你一下 是因为听说幼稚齐会来参加医考 才来报考星语学院的吗 啊 我是时讯随拍的记者 现在正在进行直播 请你说两句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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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星 别自恋了好吗 我来医考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来医考 是因为我的梦想 因为我的梦想 是站在全世界最大的舞台上表演 对吧 那 那你呢 是吗 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都已经是大明星了 干嘛还来医考 为了给你们证明 你们的偶像是可以凭实力获得大家认可 不仅仅是靠流量 幼稚齐 到你了 看好了 这样的机会可不多 快快快 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是幼稚齐 为什么参加艺考 因为您 李双白教授 您看过我的舞台剧后接受采访 说流量艺人不会演戏 所以我决定来参加星宇艺考 星宇艺术学院是国内顶尖艺术学府 所以我想通过专业的考试 向所有人证明 我幼稚齐 是可以凭自己的实力 考上星宇学院的 非常高兴能在这里见到你 开始你的表演 从黑暗中走来的人啊 他想做星星的眼睛 击碎密不透风的石头森林 跨过野兽出没的泥者 连幼稚齐都能为了证明自己来到这里 那我更应该不断努力 去追寻自己的梦想